愿我的生活方式能见证你是永活的主 我渴望成为好徒 让你话语进入我 我渴望成为好徒 结束三十六十一百倍的过失 我渴望成为好徒 让你话语进入我 我渴望成为好徒 结束三十六十 我要与你 Amen Hallelujah 在线上的各位弟兄姐妹 早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年这个的线上主日 在这边也向大家拜个早年 也是今天早上也是大年初一 远远神的恩典也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来看一个的经文 出自于在西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四节 我们就恭敬地来宣读这段的经文 一二请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让我们再宣读一次 一二请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在这个大年的初一呢 也让我们以这个的经文呢 来做一个的开始 让我们是一般追求和睦的人 因为神先爱我们 透过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让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保守 让这个的新年 我们依然的在线上 来把荣耀都归给你 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让这个的大年初一呢 让你能得到最大的荣耀 让我们在今天早上 我们能够口唱心和 来透过诗歌 透过等等的分享 来把一切的感恩 一切的荣耀 都大大的归给你 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 你配得我们的敬拜 因为你使我们圣洁 你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家 能够恢复这个尊贵的身份 也就是你的孩子 今天早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 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今天早上不一样 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家 来赞美 来敬拜你 虽然我们无法实体的 一起的来赞美 但我们依然透过这个科技的发达 在线上 我们依然的要来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谢谢你的保守跟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我们说阿们 我们给神一个大大的荣耀的掌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先上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呢 我要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蒙恩 无论今天早上呢 你身在何处 我相信神的同在 神的恩典 必随着大家 阿们 今天早上我们站起来 从你座位上 或者从你的客厅 你的哪里 哪里都好 站起来 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们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起来拍手 有一圈 有一年 家政又来大 等于每一天 不停在转变 多少年 茫茫的那场海面片 一直留在我记忆里面 抱一圈 偷一念 长长的十年 这一天 多疲倦 心智又团圆 有了你在身边 愿好在今天 我们一起来领受圣赐福 抱一抱 笑一笑 肩平肩恍惚 嘿 新年好 将忧虑 跳脱住 吃得饱 学得好 乐教堂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每一步 有梦 有劫持 这条路 只要有付出 走一步 每一步 打开步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都祝福 半星星一年 这旅路 要珍惜彼此 永远如风已出世 都一圈 有一年 佳节又来到 每一日 每一天 不停在转变 多少年 茫茫的那场海面片 一直留在我记忆里面 绕一圈 有一年 长长的十年 这一天 多疲倦 心智又团圆 有了你在身边 也好在今天 我们一起来领袖 圣赐福 抱一抱 笑一笑 肩平肩恍惚 嘿 新年好 将忧虑 交脱住 吃得饱 学得好 乐教堂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可以一步 又猛又坚持 做教路 只要有付出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道祝福 半星星一年 这旅途 要坚持一次 祝愿一风一注实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每一步 又猛又坚持 这条路 只要有付出 走一步 每一步 它看顾 大日子 一个好开始 道祝福 换清新一年 这旅途 要坚持一次 祝愿一风一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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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利亚 愿神的祝福 满满的领导 倾倒在我们身上 Amen 哈利利亚 我们拍一首 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哈利利亚 祝愿我们赞美你 今天早上我们要开口 唱新歌来冲上你的名字 哈利利亚 是的 祝愿我们赞美你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我们继续的 带着一个欢喜 乐意的心 来我们赞美我们的主 Amen 我相信今天早上 今年的新的一年里面 神必在我们使命里面 做新的事情 Amen 你是座心事的神 我要向你唱新歌 恩典怜悯 每天都是新的 心就心意的 每天要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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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座心事的神 我要向你唱新歌 我们生为高 每天都是新的 心就心意的 每天要吃香 我们没有排放 心有阳 心是床 性地是床 向你成就 心意很高 心意很高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你是座新世的神 你是座新世的神 充满向你唱新歌 我要向你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男天怜悯 每天都是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每天要吃香 你是座新世的神 我要向你唱新歌 一首新歌 I don't let me 每天都是新歌 写着新意来 每天要吃香 心里是座新的神 心里是座新的神 心里很高 心里很重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正在我们身为高 心里是座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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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很重 心里很重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称赞我们身为高 心里是座新的神 心里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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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我们要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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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这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我们要 我们要这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我们要 我们要这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Hallelujah 我们感谢你充满成新歌 Hallelujah 我们唱新歌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祝我们感谢 祝我们献上一切的赞美 祝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说我们要 有新的恩膏 有新的恩宠 有新的恩典 有新的盼望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生命里面 能够有个愿意的心 很愿意改变自己的心 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心 生命完全献上给你 祝我们生命里面 不断的突破 突破再突破 祝我们感谢 我愿意将生命献上给你 我愿意为你改变自己 我愿意将生命献上给你 遇见你 遇见你 在我人生最捨不得 你让我重新有了 我愿意放下所有权位 遇见你 我愿意将天做主于你 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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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祢 在我人生最深固定 祢让我 重新有了意义 我愿意 掌握所有权为祢 我愿意 焦点赚注于祢 我愿意 焦点赚注你的生命分手 我愿意 只愿能一生活人爱你 最美的护照 最美的护照 就是能够 护士你 最美的爱情 就是全心来爱你 你用心脏 为我设下视频 从哪一刻 我一生只为你 我愿意 想要 就是满足你心 我一生所求 就是静静的水里 从水不能 熄灭 打水不能 烟火 一生只想 我愿意 服侍你 最美的护照 最美的护照 就是能够 护士你 最美的爱情 就是全心来爱你 你用心脏 为我设下视频 从哪一刻 我一生只为你 我唯一想要 就是满足你心 我唯一想要 就是满足你心 我一生所求 就是静静跟随你 我唯一想要 就是满足你心 我一生所求 就是静静跟随你 即便有时 你失了自己 也不放弃 放回你的怀里 即便有时 你失了自己 就算风雨 淋湿我身体 也叫不息 我若爱你的心 即便有时 你失了自己 于是 你失了自己 才不是 你失了自己 在尚 从哪和我三言 你不放弃 你失了自己 也不放弃 放回你的怀里 就算风雨 你失去我身体 也叫不息 我若爱你的心 最美的护照就是能懂不是你 最美的爱情就是全心来爱你 你永远是他为我生下生命 从那一刻我一生只为你 我们唯一想要的是满足你的心 我们唯一想要就是满足你的心 我一生所求就是紧紧跟随你 从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 我一生只剩我仍服侍你 最美的护照就是能懂不是你最美的爱情就是全心来爱你 我们唯一想要的是满足你的心 我一生所求就是紧紧跟随你 从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 我一生只剩我仍服侍你 最美的护照就是能够服侍你 最美的爱情就是全心来爱你 你永远是他为我生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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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一刻我一生只为你 我回忆想要就是满足你的心 我一生只剩我仍服侍你 我一生只剩我仍服侍你 从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 我一生只剩我一生只剩我仍服侍你 就如这一首歌一样 一生只剩我仍服侍你 有时我们迷失了自己 但我们也不放弃 因为就如罗马书所说的 世上没有一样事情能够隔绝你对我们的爱 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软道当中显得刚讲 让这首歌成为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祷告 虽然我们有时会遇到困难 但在你的恩典里面 我们能够依然地回到去你的怀抱里 依然地继续地来服侍你 依然地继续地火热地来侍奉你 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这首的诗歌来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人生的盼望在于你 我们侍奉的能力来自于你 我们侍奉你的动力的火热也来自于你 因为你给了我们这个美好的子分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来侍奉你 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回复火度的家庭 让我们一家人 如如在旧月里面 约书亚说的 我与我一家要侍奉耶和华 并且要火热地来侍奉他 天父谢谢你今天为我们预备那么美好的时间 透过诗歌来预备我们 也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你等下的分享 让你等下的话语 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 让你的真理引导我们 让你的真理洁净我们 让你的真理燃烧我们 带来侍奉的动力 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一家侍奉的根基 谢谢你的带领和保守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我们也说 Amen Hallelujah 我们给上帝个荣耀的掌声 Amen 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收今天早上的奉献 我们也为弟兄姐妹 预备了这一个的 这个银堂的这个户口的这个资讯 或者有QR Code 也方便弟兄姐妹做这个电子的付款 好 我们现在用一点的时间 来献上我们的奉献 Amen Hallelujah 那我们来为今天早上所先的奉献 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虽然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不同的地方 但透过你的恩典 科技的发达 我们依然能够好像教会一样聚在一起 来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敬拜 不但如此 我们依然能够献上我们的奉献 还有我们的感恩 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刻 我们谢谢你的赐福 也谢谢你的带领 让我们在2022年 还有在2023年 我们依然能够来蒙你的祝福 也恳求你能够祝福所献上的这个的金钱 让这笔的金钱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 带来永恒的价值 也祝福弟兄姐妹奉献的双手 让愿你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的带领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Amen 好 那让我们透过以下的视频 来进入家世报告的时间 等下的讲员呢 就是我们的廖永国牧师 好 我们进入以下的视频 各位弟兄姐妹们 祝你平安 欢迎各位再次来到主日智慧 现在一起来关心几项家世报告 咚咚瞧 来临把世马可罗祷告会 在1月24日也将被取消 新年了 回家好好陪家人过个好年吧 虽然祷告会被取消了 但教会一直都关心您的需要 如果有任何祷告需要的话 请小毛荧幕上的QR Code 或是点击一下的连接地址 把祷告项目填上 好让教会一直为您守望祷告 你们是否对男女关系之类的课堂 有兴趣呢 例如什么是恋爱 什么时候适合谈恋爱 爱情的价值及定义是什么 等等的 如果你们对这些课堂 有兴趣的话 在2月4日星期六 早上9点半至下午1点 KK教会五楼Live Hub 就举行一个很好的男女关系交流会给你们 是由蔡长城传道分享的 这个交流会适合各个层面的弟兄姐妹们 无论是青少年或是子亲 都欢迎你们一起来参与 来学习更多 蔡长城传道是现任马来西亚学员传道会 幸福家庭生活全子同工尖导师 她和她的妻子周贵经多年在马来西亚学员传道会 幸福家庭生活服饰 至2011年起 蔡长城夫妇也是幸福家庭关怀机构的顾问 在此 鼓励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报名六活特会 让主的爱再次点燃我们的心 成人的报名费用只需780级 而12岁以下的孩童们是32零级 报名截止日期将会是在1月31日 不要错过这宝贵的机会哦 注意注意 2月11日星期六半晚5点半至晚上8点半 有着赞美超联谊兔年大团拜的活动 活动票价只需20令吉 还有自由餐抽奖活动等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向艾薇姐妹报名哦 现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灵 一起来灵受神的话语吧 欢迎我们今天可爱的蒋元 廖牧师 以及为我们翻译的燕恩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是华人新年的年初一 我在这里要祝福大家 新年蒙恩 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特别是在 在华人的荣丽新年里面 我们总是说一些祝贺语 比如连年有余 心想事成 口 笑口敞开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的口是能够说出恩缘 并且要善用我们跨语的能力 来祝福别人 以致别人的生命得到滋润 鼓励 安慰 遭救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 善用你的话语 那么经文取之在 传道书的第十章的十二节 是的 弟兄姐妹 请看我们头一影片 第十二节如此说 智慧的人口处恩缘 异为人的嘴 吞灭自己 是的 按照这段的经文 告诉我们 我们的口要说出 祝福的话 不单止祝福别人 同样这个祝福 也临到自己的本身 告诉自己说 我要成为一个 有智慧说话的人 我们需要善用我们的话语 因为话语是有能力的 最近我看到 一直有趣的短故事 说到那话语的影响力 而这个故事 我加上了一点点的内容 这个故事的内容 讲到一个男人 叫做亚当 他是个爱讲话不停的人 并且时常讲一些 负面的话语 他总是在生活上 我要讲很多负面的话语 比如在生活上 钱不够用了 他就告诉太太说 不知道我们几时 重死了 你看疫情这么严重 不知道几时我们病死 因此这个丈夫亚当 每次说这些负面的话语 就搞成了 他的妻子 经常在紧张的当中 有一天他的太太冰倒了 那么医生就来看她 看过后就交给她一个的药方 然后医生就追着亚当说 你知道吗 你的太太需要绝对的安静和休息 病才会好的 那这里是一瓶的安眠药 那么亚当就问医生说 我每天要给我的太太吃多少次啊 那么医生回答 每了三次 每一次给伊丽 然后医生说 不是给你太太吃 是给你吃的 不知道大家听懂 后面医生所说的话吗 人医好他太太的方式 是需要什么呢 这丈夫呢 要停止爱说话 并且呢 要停止 并且要善用话语 其实这个丈夫呢 需要什么呢 需要安静休息 以至呢 他的太太就病好了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 善用我们的话语 什么是话语呢 话语的意思就是 好好地利用 充分地运用的意思 当一个人好好使用 他的话语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一位成熟的人 因为呢 圣经也如此告诉我们 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 他说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事 他就是完全人 也就热住自己的全身 是的 如果我们好好地 运作我们的话语 意思说呢 能够保守我们的身心灵 可见呢 人口中的话语 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掌控我们生活中的 情绪的起伏 也能够影响 人生的方向 若我们容许 我们自己的口呢 说消极的话 那么这话呢 会在我们生活中 带来消极的那种的行动 所以在同样 如果我们使用自己 去说话语 which are pessimistic 我们也使用 这些质的影响 去购乱 圣经告诉我们 在真元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说 生死在石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欠的果子 你知道吗 圣经如此的 深重讲道 我们讲话 我们的石头 就如图生死的方向 如果我们好好地控制 我们的话语 没有小心谨慎地 使用我们的话语 会带来极大的 亏损 是的 弟兄姐妹 话语能建造 一个人的生命 和未来 你所说的话 会带来 祝福 或者带来 周主 能够影响 灵的一生 所以我们可以 用话语来沟通 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 更可以用我们的话语 来祷告我们的身体健康 甚至我们可以 以祷告宣告 掌管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 以及我们也 用话语来祷告 可以捆绑撒旦的工作 当我们祝福我们自己的时候 就带来蒙福 当我们祝福别人 别人就带来蒙福 既然话语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必须善用 我们话语的能力 以下有两方面的 学习与操练 第一方面是什么呢 首先 话语就像生命的种子 会带来极大的果消 是的 当你说出话语的时候 就开始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发芽 生根 长大 结果子 是的 我们的话语就如同 生命的种子 就在我们中间的过程里面 它会生根 最后是结果子的 如同圣经里面的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说 人种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你说出的是什么 你接收的就是什么 你说的是祝福 当然你接收的就是祝福 如果你说出是周主 最后所收取的就是 周主的结果 不但如此 圣经还形容我们的口石 我们的石头 能够左右方向 就如同雅各书第三章 第四节 第五节 如此说 as it is described in the book of James chapter 3 verse 4 and 5 看那船子虽然盛大 又被大风吹壁 只用小小的坨 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 or take ships as an example although they are so large and are driven by strong winds they are steered by a very small rudder wherever the pilot wants to go 第五节也这样说 这样石头在白体 也是最小的 却说人说大话 看那最小的火 人点燃最大的树林 是的 同样的 我们的石头 也能够控制 我们的未来的人生 如果我们很习惯性地 说一些失败的话语 if we make it a habit to say words of failure 你就往一个失忆 挫折的方向 在前进 so it will direct you towards a path of destruction 如果你在你的对话中间 常常有类似这样的夸举 就说我不行啊 我没办法 我没有能力啊 so towards the path of defeat and if you always keep these words on your tongue like I can't do it I'm a failure 或者是以其他负面的评价 一直告诉自己 or evaluate yourself in such a pessimistic way 你就是预备自己 去迎接一个失败的到来 so you're actually preparing yourself to welcome a life of failures 在过去我认识一个的姐妹 so back in those days i actually know a sister 她时常经常的 说些负面的话语 so she's always very pessimistic with her words 她时常说我没有人缘 我工作不能 而且没有人喜欢我的 she always say that I'm not a people person and nobody likes me 她时常重复 重复这些的话语 结果是怎样呢 I'm incompetent and she always repeat words like that 结果那只负面东西 和失败东西 一直在她的后面的生活里面 so in the end these things these issues that she complains about will always be in her life 在这里我鼓励大家 弟兄姐妹 我们要经常讲 鼓励的话 称赞的话 祝福的话语 so in here today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always say words of encouragement 我曾经看过 这样的分享的报告 so I have came across reports 一间学校 小学生 每年 都会做一个 种芽菜的 这种的实验 so in this primary school every year annually they will have an experiment of planting bean sprouts 这些的小学生 会预备 三盆的芽菜 and these students they will prepare three pots of bean sprouts 并提供了相同的 环境 温度 水分 and to provide the similar environment and also sunlight 他们预备好 就对第一盆的 这个芽菜 就讲 你是一盆芽菜 非常健康的 非常美丽的 非常壮大的 另外又对另外一盆的芽菜就说 你是最丑陋的 最臭的 然后对第三盆的芽菜就说 你没有做出任何的 这样的对着这个芽菜 说任何的一种的话语 那么小讲说 每一次的实验 结果都是一样的 结果都是一样的 被称赞的芽菜 它们就长得 又大 又漂亮 又强壮 但被咒骂的那一盆芽菜 几天后呢 就什么了 发臭了 不适合食用 而且要丢掉了 最后一盆的芽菜 成长了 属于一半星的 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实验 结果告诉我们 原来芽菜 是有生命的 它会接受 外界的那些 话语来影响 这些的芽菜的成长 可见 话语的能力 是真的有影响力的 连芽菜也这样 会接受 这样的生命的话语 何况我们呢 何况我们的耳里 和我们的下一代呢 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说什么话呢 是播祝福的种子 或者我们是播 周主的种子呢 我鼓励 弟兄姐妹 大家 我们要说 鼓励 遭救 劝免 安慰 特别在华人的 圈子里面 我们无论说什么 我们读习惯 加上一个死的字 当我们很热的时候 哎呀 热死人 当我们很急的时候 我们说 急死人 当我们很气的时候 我们说 气死了 因为华人 一般所说出的话 是比较倾向 消极的 别人称赞你的孩子 哇 你的孩子 好可爱哦 一般是 华人的回忆 就是说 哎 哪里可爱 我的孩子 坏蛋到死啊 是的 多少时候呢 我们的口中 是充满 消极的话语 难怪在我们生活中呢 我们愁眉苦脸 一点喜乐 都不起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学习呢 常常 善用我们的话语 我们要说积极的话 因为我们话里面 带来权品 也带来能力 如果我们总是 随随随念念地念着 埋怨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如此地悲惨 这时候你是一再呢 用自己的话语来 反复地描述自己呢 是一个不利的 在一个情境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停止 说这些负面的话语 有一次呢 早上起来 我听到师母 如此说 师母就说 我身体好痛 我手又痛 脚又痛 我整个人就是痛了 那么我就告诉师母 我们要宣讲 这些祝福的话语 在我们的身体上 那么师母就醒过来 就开始祝福自己的身体了 是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开始说一些 自己是健康的喜乐的 受祝福的 和兴盛繁荣的 听着呢 再去向上帝诉说 我们的善是何等的巨大 开始说什么呢 开始对着这座善诉说 上帝啊 你是何等的伟大 同意的大声说 第二方面 我们要常常说 正面积极的话语 以应许的话语 圣经告诉我们 在以福所述第四章二十九节 以福所述四章二十九节说 乎贵的原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 招救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 是的 上帝要告诉我们 要不断地 要说出好的话 无论在早晨的餐桌上 或者在晚餐的时间上 包括你睡觉之前的时间上 我们都处在上帝的 那种的凉餐的中间 只要我们停止说负面的事情 并开始诉说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上 可以经历 每一件事情都有看见 新的那种喜悦 我相信身为父母的 我们可以跨语地 很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孩子 我相信作为丈夫的 或者是妻子的 可以跨语来 祝福整个家庭的走向 作为公司的老板 你能够帮助员工 势力工作的方向 and as an employer we can also use our words to direct our employees 借着你所使用的话语 来说造人 迈向成功之路 through our words we are able to set up our people around us towards the road of success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大胆 积极说正面的话语 而且也讲 圣经应许的话语 好不好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们要说出 生命的种子 在我们的生活上 以致我们进入了 神赐给我们的命定 以神赐给我们的兴盛 在这里有三方面的宣告 第一我们要宣告 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得到上帝所赐的 属天的智慧 我清楚生命的道路 上帝每天 引领我的脚步 第二方面 我宣告 我是蒙福的 我是得到创造力的 我是有勇气 有能力 和丰盛的生命 最后我们宣告 我宣告 我是蒙福的 我有信心 恩惠 和满足的喜乐 伴随我 我有美好的家庭 朋友 以及很美好的健康 是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新年里面 让我们的口 说出恩怨 能够滋润 别人的生命 我们去到哪里 就带来那种的 正面的 话语的祝福 同意的大声 说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 站起来 我们来敬拜 一首的诗歌 我邀请 静脉团上来 是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有两方面的 学习 与操练 第一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 话语就像 生命的种子 会带来 极大的果效 第二方面的 学习操练 要常常说出 正面积极的话语 以及应许的话语 是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 善用我们的 话语的时候 就带来了 极大的祝福 是的弟兄姐妹 以下我们 唱一首的诗歌 诗歌过后 我们做一个 祷告 好不好弟兄姐妹 从你的座位上 就站起来 一起来敬拜主 告诉你自己 也告诉你的家人 说我们是蒙福的 so tell yourself as well of the people around you that we are blessed Amen Amen 起众心心心心想 我要像一场新歌 I can't let you, let me 每天都是心甘 心就心裡來,你也要吃香 你是做心事的生 我要像你一場心甘 I can't let you, let me 每天都是心甘 心就心裡來,你也要吃香 心裡是心裡是整個拯救 心裡很高,心裡很重 我們要,我們要像心甘 成長我們身為高 心裡是心裡是整個拯救 心裡很甜,心裡盼望 我們要,我們要成新歌 充滿神的榮耀 心裡是心裡是整個拯救 心裡很高,心裡很重 我們要,我們要成新歌 成長我們身為高 心裡是心裡是整個拯救 心裡很甜,心裡盼望 我們要,我們要成新歌 成長我們身為高 心裡是心裡是整個拯救 心裡很高,心裡很重 我們要,我們要成新歌 成長我們身為高 心裡是心裡是整個拯救 心裡很甜,心裡盼望 我們要,我們要成新歌 充滿神的榮耀 我們要,我們要成新歌 充滿神的榮耀 我們要,我們要成新歌 充滿神的榮耀 哈利路亞 弟兄姐妹,我們一起祷告 使得親愛的主 我要好好善用我的口實 讓我所說的話 是帶來招救的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要說招救人的好話 以致聽的人得到益處 不單止別人帶來益處 自己也帶來益處 是的,弟兄姐妹 過去我們所說出的負面的話語 很可能帶來別人生命的虧損 主啊,我來到你面前 求你來赦免 求主的寶雪來接近我的口實 我所說出的負面的話語 使得聖靈幫助我更新我的話語 讓我的口常常說出正面積極的話語 主耶穌,你來引導我的生命 主耶穌,你來引導我的生命 因為我知道話語是有能力的 充滿從你而來的屬天的權柄 主啊,我今天要立定心智 我要說招救人的好話 叫聽的人都得到益處 主啊,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帶領我們 奉主耶穌基督名字祷告 在耶穌基督名字祷告 阿們 好不好,再告訴你自己說 我要善用我的話語 好,把時間交給主席 我們再次的謝謝牧師為我們今天帶來神的話語 就如剛才牧師所說的真言18章21節 生死在舌頭的泉下 喜愛他的必赐他所結的果子 各位弟姐妹 我們心裡面所充滿的什麼 我們就用口裡面表達出來 所以從一個人的話語 我們能看到他心裡面充滿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 在我們裡面有神的靈 有這個寶貝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讓我們樂著自己的舌頭 讓我們說祝福人的話 讓我們說安慰人的話 讓我們說引導人的話 我們讓上帝使用我們的口舌 來帶出他安慰的話語 願今天神的話也能夠祝福大家 也在今年的大年初一呢 願神的話與你們同在 充滿我們這邊的每一個人 好,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的主日崇拜到此為止 下個禮拜天我們實體再見 願神的平安、恩惠與你們同在 平安的散會 我渴望成為好圖 讓你話語進入我 我渴望成為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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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 我渴望成為好圖 同定是假 我選擇自去 幫找到生命 我渴望成為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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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生活方式能见证你是有活的主 愿我的生活方式能见证你是有活的主 我渴望成为好徒 让你话语进入我 我渴望成为好徒 结束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故事 我渴望成为好徒